蓝军踢爆赖天的竞选总部 全国总督导卓榮泰 设立公股银行群组 包含何库金 义银 赵丰金等高阶主管 上到董事 下到分行经理通通在里面 看似聚集专业人设金融群组 讨论的却是这种事 不是讨论什么样的金融政策 而是怎么样的来帮赖清德来拉票 那卓榮泰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 这么多我们公股银行的高层主管 放款大权的主管 把我们的公股银行 当作民进党选举的提款机吗 打开公股银行的群组 几乎是助选照片跟影片 甚至回应喊赞喊加油 王红威哥拿出今年八月 还是何故投信董事长的 林博裕录音党 他当时对来应征的大学生这样说 上班时间然后他去招募年轻人 不是来帮何库投信来招募 而是帮赖清德来做招募 养网居带风向 兰军炮轟龙泰坐镇群组 绿化公股银行 根本滥用公家资源 政府来指派这些董事长总经理 最后难道变成你们的操盘手吗 掌控金融资源 掌控所有的贷款深杀大权 会不会以私害工 更有栏尾抨击 不是第一次听到公股银行 以不同的方式介入选举 想都没有想过的方式 来介入这个选举 花样非常多 不是只有成立群组而已 还有私之上 被要求认养哪些的候选人 针对指控 卓榮泰发出三点声明强调 信赖金融群组是自发性性质 绝非绿金区仰网君 易莹表示询问相关当事人 接说从没帮总统候选人辅选 赵峰跟何库则不回应 记得杨洁李选 SNG小组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